曾经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和司法部部长的 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被中纪委调查 66岁的傅政华2018年出任司法部部长 党组副书记在去年4月卸任 出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他对上一次公开露面是上个月15日到重庆市考察 傅政华落马的消息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 直至星期六中纪委公布 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中纪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安系统出身的他 由北京市公安局普通偵查员做起逐步进升 做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市政法委副书记 公安部副部长 兼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 即是处理邪教问题的办公室 傅政华多年来调查和侵破过多宗大案 包括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 高调指挥当地的素黄行动 查封了北京天上人间等多间娱乐场所 而在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时候 又报道说他曾经负责调查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售款案 同样做过公安部副部长的孙力温 在去年4月落马授查 在星期四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在第二天的公安部会议 提到要坚决彻底肃清孙力军流毒影响 撤查涉及孙力军严重违纪违法的人和事 对公安队伍中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 无论涉及什么人都要严肃查处 决不辜息 令到外界猜测傅政华授查 是否与孙力军有关 在负姓华孙力军之前 还有李东生、孟宏伟等多名公安部副部长被查 有统计说中共十九大以来 政法系统至少有八名高层 同一百五十多名厅局级官员落马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道